第一步拆机取出mc的硬盘 我们把右边的4个螺丝钉拆下来 这个过程是非常简单的 好 打开之后取出来 是一个小的盘 它的格式是mc的格式的 好 这种硬盘可以装入mc的硬盘盒 硬盘盒你可以从淘宝自己搜一下 像这种 这个是我拆之后的一个效果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外壳的 你在淘宝和京东都可以买到这种mc的硬盘盒 好 接下来我们第三步插入到电脑上 OK 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第四步就是下载写盘工具和固件 我们现在先下载这个固件 在这边我已经给大家总结好了 这个是Ether决一号编译的一个版本 它原始的出处地址我已经标在这边了 就是谷歌网盘的地址 当然如果你很不幸访问不了谷歌网盘的话 你可以访问我GtHub转存的版本 就是在这边 这边我已经下载好了 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接下来的就是下载写盘软件 我们在百度里面搜索et cher 然后回车 然后找到第一个网址 点进去就是这个网址 这个工具分为mac版本和windows版本 我们在这边下载一个windows版本 好 这边我已经下载好了 具体来说就是这两个东西 这个是写盘工具 这个是对应的固件 好 我们打开写盘工具 好 打开之后是非常简单的 左侧是选择我们的固件 点击选择 选择我们已经下载好的固件 注意这边的结尾是gz不用管它 好 这边是选择驱动器 这个USB3.0的读卡器就是我这个 好 点击选择 好 最后一步 点击写入 OK 这边就已经写盘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把MC的硬盘 重新装入到软路由当中 好 拔下来 对好金手指 然后按上螺丝钉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进行空电测试 把网线插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空电测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